習近平晉升四上將,滿面受用,場面肅殺 中共政權陷入更為嚴峻的內外交困危局之際 習近平18日現身北京八一大樓,售出四個上將軍銜警銜 但規模不大的受銜儀式顯得相當肅殺 現場視頻可見,習近平滿面受用,引發輿論猜測 據黨媒報導,12月18日下午,中央軍委晉升上將軍銜警銜儀式在北京八一大樓舉行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晉升上將軍銜警銜的軍官警官辦發委任狀 儀式結束之後,習近平等人與晉升上將軍銜警銜的軍官警官合影 評論人士楊威在《大紀元》刊文說 黨媒發布的視頻裡面看不到習近平的笑容 令規模不大的受銜儀式顯得相當肅殺 習近平似乎曾努力要擠些笑容出來 最終就做不到,反而更顯受用 不過,黨媒報導,習近平當日還參加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在長達14多分鐘的視頻裡面,主要是習近平在說話 大多數時間,他都面帶微笑 為什麼到了傍晚,習近平就笑不出來呢? 楊威分析說,中共新一輪內憂外患之際 習在經濟工作會議上的笑容恐怕故作姿態 傍晚受銜儀式笑不出來,或是白天做秀太疲勞 或是故意扮嚴肅,又或是再次受傷心頭 7月29日,習近平也曾在北京八一大樓親自晉升降臨 當時現場氣氛也是一片仇雲慘淡 習近平更是壽容滿面 罕見的是,只有火箭軍政治委員徐中波一個人被授予上將軍閣 楊威分析說,當時習近平借機展示軍權 另一次應該也是類似的情況 今次晉升上將軍閣警閣的軍官警官包括 軍委後勤保障部政治委員郭普孝 西部戰區司令員張旭東 戰略支援部隊政治委員李偉 武警部隊司令員王春寧 郭普孝是陝西耀遠人 2019年12月調任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政治委員 2018年7月才晉升中將軍閣 兩年多就晉升上將應該是習近平認為的心腹 張旭東正調任西部戰區司令員 去年10月1日曾擔任天安門閱兵儀式副總指揮 也是2018年7月才晉升中將軍閣 應該是習近平破格提拔的心腹 李偉剛調任戰略支援部隊政治委員 2016年7月晉升中將 現在成了六大軍種之一的政治委員 也晉升為上將 王春寧剛升任武警部隊司令員 現在正式成為上將 楊威說習近平上台後將武警收歸到軍委 自然擔心犯上作亂 但似乎始終是一塊心病 有一輪內鬥的關鍵時刻 習近平借此展示軍權 他在試圖阻止黨內對他的質疑 急於維繫岌岌可危的權力 軍權被視為最後的殺手簡 另外,目前正直南海、台海局勢緊張之際 習近平近期不斷放風備戰打仗 也有觀察家認為 習近平此時晉升上將 是他已意識到中共政權內外危機惡化 而握緊槍桿子成為最後的救命稻草 10月13日 習近平視察廣東潮州海軍陸戰隊時 再次強調備戰打仗 11月25日 中央軍委軍事訓練會議上 以及11月30日 中共政治局會議上 習持續強調聚焦聚力備戰打仗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 習近平近期將目光放在中共軍人身上 目的是強化個人權力 而且他好大起功的個性 認為唯有透過打一仗才能扣立他的地位 《自由時報》引述分析說 習的意思是要準備和美國打仗 在台海和南海兩處的反對勢力都是美國 所以中共軍隊各項行動都有和美國一分高低的意思 現在處於叫罵階段 就在12月中旬 中共軍隊拒絕參加和美軍的一次正常溝通會議 宣稱美軍要增設議題 所以不參加 此舉被認為是中共的有一大敗筆 等於激化了美中軍事對陣的狀態 看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元說 習近平彼此強硬的話 更多是說給國內人聽的 就是恐嚇民眾 現在要打仗了 不要再搞事 習要以此維穩國內民怨沸騰 捆綁全國人民保護中共政權 同時向黨內反對勢力發出警告 為其下一個任期曝露 北京疫情再度復現 中共黨媒為掩蓋疫情 創新詞卸博 說這是境外輸入確診關聯病例 大陸網民怒斥 什麼都算在境外 這就是境內 近期大陸中共病毒疫情四起 12月18日 中共官方公佈 中國31個省自治區席核市 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 新增確診病例17例 其中16例是無症狀感染者 由於中共一貫造解隱瞞疫情 民眾質疑官方公佈的數據嚴重縮水 近日 中國多個城市已經進入戰時狀態 全民排隊接受檢測的視頻頻頻頻出現在社交媒體上 民眾人心惶惶 北京的確診病例也持續增多 中共黨媒為掩蓋疫情維穩 將北京兩例本土確診病例 改稱為境外輸入確診關聯病例 試圖向境外卸搏 黨媒企圖娛樂民眾的小動作激怒大陸網民 憤憤怒稱 什麼關聯就是本土病例 北京的通報真令人迷惑 首先這就是本土病例 搞什麼關聯病例 還有 講那麼多都講不清楚 怎樣感染的不講 行動軌跡也沒有 這個是怎樣感染的? 境外輸入不是都在閉環式隔離14天嗎? 怎樣接觸到的呢? 還有網民直言 我不關心這個是本土還是關聯 我只關心出現了是可控還是不可控 值得一提的是 官方18日通報的17例確診病例 就有16人是無症狀感染者 引返民眾恐慌 有網民說 都不知道誰有沒有感染 那怎樣防範呢? 早前上海專家張文宏就曾經警告說 今年冬季中國出現第二波疫情是必然的 而且80%的感染者是無症狀 這個非常恐怖 還有多名專家警告 今年秋冬季節會爆發第二波疫情 將比年初的疫情更加嚴重 根據官方通報的數據 12月份以來 山東交州、四川成都、內蒙古滿州里 黑龍江東寧、衰芬河 新疆土魯飯、北京、遼寧、大連 先後出現疫情 而且仍然在急速升溫、擴散 隨著新年的臨近 會有大量人員流動 外界擔憂恐會引發疫情再次大爆發 中國工程院院士兼醫藥專家張白禮 17日在一個活動中說 12月中旬至明年1月底為冬季 寒冷天氣是疫情高危險時期 需要高度警惕和預防 他對民眾強調 可以不回家的暫時就先不回 避免疫情傳播 另外據南華早報披露 中共當局計劃搶在中國新年假期前 被5000萬中國人接種中共病毒疫苗 不過現在中國研製的疫苗 沒有一款走源研製程序 甚至有疫苗在臨床試驗過程中 出現嚴重事故 專家擔心 中共被大面積人群接種 存在重大安全隱患的疫苗 恐怕引發嚴重後果 近日已經陸續爆出 接種中國疫苗的父愛勞工 出現感染症狀 引發國際社會恐慌 在中國國內 可以優先接種疫苗的醫護人員 大多數拒絕接種 近日上海官方曾對醫院工作人員摸底 拒絕接種的醫護人員比例高達93.4% 有專家直言他不會打中國疫苗 也提醒中國民眾對疫苗持謹慎的態度